乌克兰及俄罗斯 正在放发的战争已经有100天 这场战争至今到底是乌克兰取得胜利 还是俄罗斯取得胜利 我们在这级14级乌克兰之战详细的解读 现在我们讲乌东的部分 乌东主要的城镇是北顿内斯克 北顿内斯克分成工业区及住宅区 住宅区占了北顿内斯克的80% 现在住宅区80%已经落入俄罗斯的控制范围内 剩下的工业区就是北顿内斯克的20% 是乌克兰警守的部分 现在乌克兰监守乌东的部分 就是北顿内斯克及利西昌斯克 这两个重要城镇 因为当这两个重要城镇失去落入 俄罗斯的手中的时候 乌东的总司令 军事指挥所斯拉夫杨斯克也失去 就会落入俄罗斯的手中 这就是说整个乌东部分就会落入 俄罗斯的控制范围之中了 接着我们分析乌南这个部分 乌南这个部分 其中以奥德萨与赫尔松这两个重要城镇 是乌南的重要防守军事要塞 如果奥德萨与赫尔松这两个重要城镇 也落入俄罗斯的掌控之中 俄罗斯就把乌东乌南加上克里比亚 就扩展成为俄罗斯在东部的一个扩展领土的部分 所以乌克兰现在的战事是岌岌可危 现在战事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争夺乌东部分的北顿内斯克 与乌南的奥德萨 为了争夺奥德萨 俄罗斯已经调动了30艘的俄罗斯军舰 来驻守黑海部分 不过现在俄罗斯面对一个极为困境的问题就是 欧美已经攻击了乌克兰陆基鱼叉飞弹来 这对俄罗斯的军舰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现在乌克兰确少的部分是重型火炮部队 欧美已经提供了乌克兰很多的重火炮部队和武器 其中挪威提供的N109自走炮给乌克兰 现在俄罗斯也学会了乌克兰这招 用无人机军事侦察乌克兰的N109自走炮在哪一个部分 然后用了俄罗斯的急速炮加以摧毁 尤其俄罗斯在这场战事中用掉了大量的导弹 伊朗已经提供了三艘巨轮给伊朗的武器运往俄罗斯 资助俄罗斯参加这场乌克兰的战争 现在在乌东战争这个部分就是北顿内斯克的战争 一旦俄罗斯的重火炮攻击北顿内斯克的部分 乌克兰的士兵就丢下枪械逃跑 有的甚至渡河逃脱 整个乌克兰的士兵士气十分的低落 因为这些乌克兰的士兵基本上都是一些 由居民抓来当民兵的战时的军队 他们完全没有作战的经验 有的连开枪都不会 他们让我们往前线战好参加乌东这场战争 十分的害怕 所以一旦俄罗斯重火炮攻击北顿内斯克的战事发生 这些所谓的民兵乌克兰的战士 就丢灰气甲马上跳河逃跑了 他们就想军事撤队以保住自己的小兵 现在乌克兰的士兵在马尼波的展观都投降的状态 基本上士气十分的低落 他们所剩下的部队都是一些民兵 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民兵 总的来讲 乌克兰的精英和北业的精英 已经在马尼波的战争中消耗中 现在乌东这场战争 已经有八千个乌克兰的士兵 丢灰气甲投降于俄罗斯了 俄罗斯在乌东部分 以乌克兰部队在北顿内斯克战斗的部分 已经击败了乌克兰部队 及参战的两个里的波兰部队 而且并不接受两百名波兰军的投降 接着俄罗斯的部队 接着会攻进利参斯克 而且就会消灭 住在乌东北顿内斯克的 1.5万的乌克兰部队 所以这场乌克兰的战事 应该是很快的就将会结束 而且在晚战部分 泽洛斯基乌克兰 已经将美国及北约所赞助的武器 在晚上拍卖 听说现在航行是 刺针飞烂在晚上拍卖是 3万美元 而且步枪拍卖的航行是 5千美元 更有在TikTok的网站 有播出乌克兰部队 把美国提供的动动动火炮部队的武器 及刺针飞犯 等武器卖给俄罗斯部队 让俄罗斯来进攻乌克兰 乌克兰基本上来说是一个贪污的国家 现在更有传闻 赫洛斯基以波兰密堂 将乌克兰的领土割烂给波兰 以自己赚取暴力 让波兰来梗固领土 所以现在乌克兰的士兵 也觉得不懂自己是为何而战 自己的国家已经领土不在了 所以更有传闻说 乌克兰的军事人员 军官等正在密谋 要发挥一场斩首行动 斩首泽洛斯基 所以这场乌克兰的战争 应该是很快就会结束 我们在第15集的 普京之乌克兰之战 普京战胜 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第十世纪的 普京战胜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HURAAAA 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 This is Rise on Team Eugen and Bo 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 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